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3日 今天看到海外网站有一篇文章啊 讲到了这个11月22号 也就非常有名的老邓 在他的推特当中啊 又发表了一些一些文章啊 其中有一个文章当中讲到什么呢 讲到体制内有一位高管 很可能是这个舆论占线上的啊 那么预感到自己可能要出事 那么在退休之后 这个发这么一个几句话吧 估计似乎和这个老邓是有一点联系啊 以前也许以前是朋友 那么在这个留言当中讲的比较悲伤啊 说这个留言很可能就是绝笔了 因为退休以后上面不断的找他谈话 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 有的是指他过去在地方工作啊 那么一些腐败问题 还有的就是搞着所谓高级黑 高级黑的问题 那就证明这个人是舆论界的 媒体媒体资深人士 媒体官员呢 新闻官啊 说是也问到呢 向海外泄密的问题 说这些东西啊 多数 子虚无有 但是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说他准备 这个将来有一天很可能要过铁窗生涯了 和那些难友啊 所谓难友就老领导了 老领导有可能是另句话也说不定 但是像他这个级别啊 你想跟另句话在一起 恐怕还比较难 那么他说他这个事情 就是想把这个有一些材料 证据啊 放在这朋友手里 暂时先 这个暗注不发 先来看看怎么处理 学习什么 学习这个令 令完成和令计划 令完成现在在美国 如果令完成手里面有 这个震慑中共的这个秘密武器啊 我估计习近平那个心胸隔绝 搞不好就给令计划就判死刑了 就多亏他弟弟啊 这个跑出去了 也是 这个令计划子 有点磨练啊 在位的时候就知道做好准备了 其实像他这样的官员 在中共体制内太多了 现在都有这个 这个办法了 你像孟宏伟 他太太 这个不就是吗 刚开始也是要爆料 这个讲到孟宏伟 那个令被抓钱的故事 发一张那个 这个刀具的这个照片啊 这个忽然间被拘捕了 这个给他老婆留个暗号 老婆立刻马上去办 记者招待会 就是为了救他自己的孩子 也救他本人 争取政治庇护 在法国啊 结果最后达成协议了 孟宏伟 没判死刑吧 保住命了 这边他老婆 两个孩子 都有了这个美国 都有了法国的身份了 这就可以了 这种人物基本上都是这样 达到自己这个 自保的目的也就完了 因为他们已经收到非常有钱 这些案件都是什么 其实都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 第二政治问题 搅合在一起 绝对不是冤家错爱 但是也绝对不是公平的案件 这是肯定了 带有内斗的色彩 那么老邓这事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推特啊 这是网上的这个截图 给大家看 这很有意思 就非常有着内斗的色彩啊 这老邓上面 这个发的推特 然后今天海外的网站们 转载的 内容是比较这个 丰富啊 耐人寻味 寻味 那么他猜测啊 这个老邓 这发完之后 有人猜测 作者猜测 写这篇文章的人猜测 说很可能 这个是什么 是这个 李宝赛 就人民日报就是 退休两个嘛 人民日报一个 新华社一个嘛 新华社蔡明照 新人民日报是李宝赛 那个时候我就前 前一个月我就写过一篇 发表过一个视频节目 讲到这个事 李宝赛属于典型的共青团队 在这个山西的时候 和令计划就认识 后来到团中央啊 到北京 从此宣传工作 那和令计划都关系够铁呀 而且后来他调到这个 求是杂志啊 工作当社长 也就在2008年6月份啊 2003年12月任求是总编辑 084的社长 那么刚好那时候 这个令计划要倒霉了嘛 需要倒霉之前 垮台之前呢 需要写几篇文章 想象这个习近平讨好 让习近平放过他一马 说这一篇文章里面啊 出现了就好几次 这个习近平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外界传说还是准确的 就是令计划和李源潮两个 不喜欢习近平 我听说习近平 在福建的浙江的时候 上北京去 找这个大领导 胡云涛谈话 汇报的时候 都要等很长时间 那个令计划建了以后呢 不冷不热的 你想办公厅主任嘛 那你用得很啊 胡家天下令家党啊 告诉这个习近平在座等着 老老是等了 习近平一坐就坐 挺长时间 心里怎么不卧火 说后来这个要开这个党代会 说是要选举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另计划和李源潮两个内部 搞这个民意测验 结果排名一千以后 这个第一个第二 没有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位置 习近平当时气坏了 你想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今天终于翻过身了 岂能打击报复 习近平格局那么小 你想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 李宝善的确是 估计很可能是李宝善 留下这么一个字句啊 那么在这个五中全会之前 两大党媒新华社 人民日报 10月20号突然就换人了 分别由这个和平 接管新华社 同时接管这个人民日报 但是后来这个 我已经注意到了 我已经报道过了 评述过 这个蔡明昭这个 下了之后啊 这个和平这个 那个后来这个组织部门啊 有了一个就是 发了个公文啊 这个但是这个李宝善 没有下落 没有正式任命啊 也就是这个 这个 人民日报李宝善这个事 没有最后的结论 很可能他出事了 有没有可能抓起来 已经抓起来了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共产党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内斗 非常厉害 你想这个中央巡视组 不进新华社 只进人民日报 你就知道了 他就是奔这个李宝善来的 就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这叫回头看啊 早就顶住了 习近平不是在2017年 要整孙政才的 我就回头看了 什么回头看 是就是 让这个巡视组先去找毛病 找完毛病回来汇报 你们都挖倒谁的毛病了 张三李四万尔麻的 说有没有孙政才的 说有不太多 不行 回去重新找 直到早到为止 最后不是把河平和沐滑平 当成这个证人了 污点证人了 给他两个放了 最后把孙政签刷了 这也是一样 他的目的就要整李宝善 因为李宝善 这应该是不急了 这罐够大 另外和林几华有够对 这个看看李宝善有没有问题 可能是李宝善也知道 您是对我而来的 那么说不定也是 看我老江的那个视频了 你看老江都说了 要可能要抓我的 做好准备呀 你是不是把这个 有些内幕啊 写成这个历史 写成历史 就像司马前 写成历史留下来了 当我朋友们辗转再三 拿到海外了 李宝善你抓我的时候 那家宿就好找他了 这个你可以抓 你轻判 或者不判 你要判重的话 我们在这个洛杉矶 救济山 圣地雅各 西雅图 还有一大堆这个 这个材料在放的 是吧 那一听就谋了 孟宫伟这个事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还有这个 令完成的事 还有很多 估计播起来 可能他的儿子在外面 也放了东西 否则也不能过得这么 安稳啊 没人敢动他 就中共都把这个 不过啊 这个罪行啊 这个都已经写到 判决书里 他不动他 他为什么 那还是他老 儿子也留意东西 共产党的腐败啊 即使官员倒下了 也使其有一些官员 把命保住了 这也是双向的 所以说这篇文章 我今天觉得挺有意思啊 估计应该是李宝赛啊 那这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呢 这很难讲了 这里也提到了这个自杀的 舆计界的领导干嘛 朱铁士啊 这个还有这个 等等吧 其他一些官员啊 总之 现在中共这个高官呢 不论你是在这个经济界 还是在 就文化界 还是在 这个 政治界 你还是在 在这个体育界 总之吧 所有的各界 当官的 都是高危职业 又高又危险 高输不胜寒 因为习近平 你看昨天那个栗战书开的会 那习近平就凌驾到了这个 这个人大自上了 你想吧 宪法吧 宪法踩在脚下了 那他肯定 他为什么要这样宣传 下一步要抓人呢 他认为抓他不够 公安部公布一个数字 说是 这两年抓的人是前十年的总和 你想想他不满意 我估计 下一步他可能会 这个大自抓人 只要是习近平不高兴的 批评习近平的 习近平不满意的 那习近平的嫡系的嫡系不满意的 那可能全国要 要抓一大批人 变成一个大的监狱 所以网上都报道 说是这个人自杀了 那个人跳楼了 这没什么奇怪的 就像这篇文章当中讲的 2014年3月24号 中国国刑办副主任雷武丰 从国刑办办公楼 六楼洗手间跳下 自杀身亡 这个昨天我看网上还有一个 讲到一个现场 好像是 这个民众局长 这个跳楼自杀 还有多少视频呢 坐在那阳台上啊 这个有点流量人生啊 这个 趋意彷徨啊 转了半天最后 拜拜吧 因为太酷了 真的 要被他们抓进去以后 这个罪 活受罪啊 他们审讯你的时候 那是远硬件事啊 摧呼瞪眼 拍桌子 蹦 又跳又吼 又蹦一跳的 这个整人呢 他们是 绝对是没有底线的 太可怕了 因此这种政治制度啊 真应该终结啊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有安全感啊 所以说预期 你把这个猛料放在海外 救自己的命 要看 直接给它皱出来 皱得越多也好 然后 叫它垮掉 垮掉以后 就能救所有的人啊 尽快的实施 我实现这个民主和法治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